担心小朋友摔下床 好多爸爸妈妈都会买床边护栏 来保护小朋友 但没想到这些产品居然暗藏危机吗 行政院小宝珠惠同经济部标减局 在4月份到8月期间 前往北部尸体店面还有网路商店 购买了10件市售的儿童用床边护栏 结果发现有两件商品 因为护栏的孔洞太大了 再加上护栏跟底架缝隙太大 容易让小朋友四肢可能卡在这里 这是不符合品质检测的规定 另外还有其他五件商品呢 则是因为没有商品检验标识等等 这不符合标识项目 这些违规的商品的产地 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儿长大后 婴儿床不敷使用 不少爸妈都会买床边护栏 让孩子睡在一般床铺 预防小朋友从床上摔下来 不过行政院消保处 在今年4月到8月 前往北部实体地面 和网路商店机查发现 实践市售的儿童用床边护栏 赫然发现有两件商品 不符合品质项目检测 商品检验法里面有关标识的部分 商品检验法有关品质的部分 通通违反规定 床围护栏和地面接触的部分 孔隙也是太大 过高 因为规定的话只有6公分 它竟然达到15公分之高 看看这次查出了违规床边护栏 不仅4个护栏的孔洞过大 就连床边护栏和底架的缝隙也太大 超过标准值6公分 这些设计都容易使得幼童因此卡住 不止品质检测不合格 查核过程中还发现 实践床边护栏中 就有5件商品在标示项目也违规 原因是没有标示商品检验标签 或是缺漏商品尺度 以及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没有用繁体中文标识 都是在网路平台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些东西有些都是过于便宜的 第三个我们也发现 这些商品所有的不合格的 都是从中国那边进口 不想买到违规商品 以消保官呼吁民众在购买时 最好选购有商品安全标章的商品 才不会让孩子们在使用上陷入危险中 记者中文不倒 有没有法子 有没有法子